我们年轻人漂流 不管是北漂还是港漂 主动地去找你的位置 你的位置在那里 不过如果我真的要有意见 就是要有洋平第一 最后要有很好的目标 跟即兴能力 还有最后如果都有创中力 我就觉得类似这是我们从事业的眼睛 传媒梦工法其实比较传媒低 但他们对传媒是兴趣和兴趣 梦工法就是你得用自己的兴趣 你召见学生你必须是靠谱的 媒体目也不是成为某个 纯粹地成为某个栏目的 著名的主持人 不管你在讲做的什么东西 所以实际上在这个时代 第一是你要有自己的媒体主张 第二个是你要有自己的媒体良心 你才能去考虑是不是要进入这个领域 第三是你其实不需要你进入这样的正规渠道 你也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特别有良知的媒体的 中国最重要的推动社会改革的力量 未来既不是创新也不是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调整和创新只能使中国的经济持续地发展 真正推动中国的社会结构的调整 是你们赞助各位 生活还是一点低来 我希望你们坚持 但是年轻的时候 不要把坚持当作口号 有一天 你回头看去 你这样总结自己的时候 你可以说我坚持过 你只要坚持过了 你就已经获得了成功 或者说你的坚持 就足以赢得他人对你的尊重 经常有同学问我 夏老师什么是创业的最好的时机 我说没有最好的时机 只有最好的你 只要你最想干的时候 那就是最好的 因为你内心的那个欲望会点燃你所有的动力 然后也会让所有身边的人感受到这种能量 然后他们会去特别自觉自愿地支持你 所以我在觉得对今天的九一后来讲 你们不缺梦想 然后呢 如果你像我一样 不希望给自己和给自己的家庭 带来那么大的风险 没有坚定地直到冒险区的这个目标 就应该选择另外一条路径 我认为那个路径更重要 就是考虑 我觉得如果你把明和地放在远处 放在你的目标的背后或者是旁边 那么它可能是水到渠成的一种锦上天花 如果你把它摆在了你前进道路上的每一步 你每那一步你都要去看一下 这和我的明和地有关吗 这和我的明和地有关吗 我觉得你永远只能是脚踏原地 一个强国崛起 就要搬里面 一个念头 你搬就被欺负那个人 有一天突然强大起来 没有人会喜欢你 这肯定 中国现在就是这样 但是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 中国人 我们传达的 价值观 世界观 不对 你们出国 我不让你们 能不能够正确地展示一个中国人的一个好的形象 让我们一起关注中国青年的成长 与发展 祝传媒孟工坊越办越好 为更多的年轻人员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